如何正确预防鸭虫 首先呢咱们这里边接的是水啊 这个 是咱们用的是 瑞利的一个 塞虫 咱们用了一升水 然后往里边放了四滴 这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药 以水充分的 摇晃进去 你是来拉屎的吧 那时候一样啊 叶子背面 跟正面都需要喷的 大家能看到吗这些 黑色的都是些亚种 能看出来吗 除完之后 如果说还会有的话 就过上 五六天保游车再烫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 分植好了 今天教大家如何正确处理鸭虫 首先 先用清水把叶片 把叶片 上面的红蜘蛛 喷出来 喷下来 你看 这叶片背面 看到没有 红蜘蛛是怕水的 这样全部喷 喷一下 接下来咱们倒入清水 消灭红蜘蛛最好是用两点药 这个 咱们用到的是二维锦肤 接下来再加入做满纸 比例都是一样的 比例都是 那个一比一千 对 之后 关键点来了 一定要 把这个 花友们这会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把它咬晕 开始打 去打它去 花友们在打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不要只打叶子的正面 叶子的反带咱们要一起来打上 好 好 全方位的去给它喷一下 你缺废了吗 好了 这就是处理红蜘蛛的方法 我是老浩姨 杨花对单一 再见 拜拜